大家好,欢迎收看奶爸与肉肉 如何用气炸锅做一人份的马铃薯Omelade 先看材料表 好了,看了材料表之后 我们来准备材料 先把马铃薯削皮 下好之后,清洗干净 然后直接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直接装进6寸的铝盘 现在我们加入调料 一汤匙橄榄油 半茶匙盐 胡椒粉 搅拌 搅拌好了之后 直接放进炸锅 15分钟 中途一定要翻面 这个时候,我们来准备一些青葱 放进碗 再准备两颗鸡蛋 把鸡蛋打散 等马铃薯好了之后 我们倒进去 再烤180度 5分钟 一份简单的马铃薯 就这样完成啦 拜拜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想看更多七炸锅食谱 记得订阅我 还有按赞和分享出去 我们下期再见 准处